肺部概化点,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,但有些茶匹开过胸篇的朋友们,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肺部居然出现了概化点,甚至有人认为概化点等同于肿瘤,或者会引发肿瘤。 那么,概化点是什么呢?肺部出现了概化点,又该怎么办? 一,认识肺部概化点,身体内的概化组织,简称概化点,而肺部概化点也,是肺部炎症治愈后留下的一片阴影。 肺部概化点的产生,一般分为两个类型,一个是肺结核,一个是肺部炎症,但是无论肺部概化点是怎么产生的, 它的肺存在证明,疑异病育,一般来说,是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,而概化点与肿瘤没有关系,和癌症也没有关系。 其实,概化点并不等同于肿瘤,概化点的出现,也不是因为这肿瘤的发生,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,但是一旦肺结核的情况是活动性的,而且结核并比较明显,或者结核没有痊愈。 通常来说,该患者比正常人群更加容易发生肺癌,三,发现肺部概化点不用慌,四,对于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员另有说法,前面说的不用紧张,都是在一般情况下, 但对于一些职业比较特殊的人员来说,肺部概化点是不容忽视的,比如长期接触痴眠,粉尘,滑钢烟等的人员,他们的肺内可能会形成多样概化,甚至会产生因为其他百种转移到肺部,破坏肺组织形成的概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